AOA在2020年爆出對內霸凌爭議 隊長志明最後宣布退團 之後便消失在螢光幕前 更有長達一年半時間IG呈現停滯狀態 直到月出生日時才終於更新 上傳一段約兩分半的紀錄影片 志明並親自為影片配唱 作為送給粉絲的小禮物 14日他又PO出一張照片 對著鏡頭低頭並寫下感謝大家 因為前一天公司FNC娛樂 才剛官宣與他結束長達9年的情分 確定離開所屬公司 不過他拍照的地點就在錄音室 也讓粉絲好奇他是否有付出回歸的可能 而離開公司後的志明並沒有交代之後的去向 似乎暫時也沒有簽約新公司的打算 恢復自由聲的志明也準備好迎來一個新的開始 29日他在IG上傳最新的鏡照 讓粉絲久違的看到他燦爛笑容 照片中他全身打扮都很休閒 頭戴鴨神帽讓巴掌臉更突出 最重要的是志明臉上 終於露出了露齒燦爛的微笑 在另一張照片中 嘴邊的唇環也是一個亮點 內文則留下三個笑臉表情符號 境況似乎不錯的他 底下也有不少粉絲留言表示支持